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斯 喜歡我的頻道請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就追蹤我IG、FB、Twitch、Bilibili還有Discord 今天在電影節所遊 官方TOPTOP跟微信上面都公告了 第三隻神魔之尊傳的角色 就是上官員 那上官員的登場 是在神魔之尊傳當中的第三幕 狂劍克那一幕 然後在上官員在護送這個壓標的任務 然後遇到嗜邪之一的高氣來奪標 好那就是他的護標任務失敗 所以就跟著陰靜平一起人去追討嗜邪 把這個黃標給奪回 黃標的這個裡面的東西給奪回來 那裡面的東西是什麼啊 是吃有雙腳的其中一腳 好那上官員的技能部分應該是明天才會公告 好那上官都位 這邊有講 早聽聞你好爽故人 三官員最討厭就是這個 厭惡官場那些醜肉席架子 好這邊 醉酒都位 三官員自幼習武 練得一身好本領 然後雄心壯志為大宋開槍唾苦 然後無奈壯志不得愁 重來武藝超群可這好爽 這裏之帶持續性質在官場上可行不通 不過我看起來這個GIF圖啊 上官員的招式好像有一點改變了 不過他還是鐵位啊火屬性鐵位 那這樣子跟依依做比較的話不知道會不會很吃虧 因為千宇超沒意外的話應該也是火屬性的鐵位齁 這樣很尷尬 念這麼多鐵位是怎樣 除非三官員的技能有特別之處了 好 丟失黃標齁 就是這邊有 手遊這邊也有補充齁 一次三官員奉命 押送黃標偶遇一場大雨齁 正在山洞躲雨 翹翹遇到陰劍餅跟風寒月相談勝歡 不料四血之以的殺人高齊突然出現 然後就是把押送的標物拿走齁 好 我們看一下之前的圖好了 好 就是當初 這是圓座的上官員齁 長這個這樣子 就是還可以啦 沒有說到差了非常的多 我才能接受 上官員是長這樣子 好不好 好 然後這個一場大雨啊 上洞躲雨這個我等一下 播一下我之前 錄的影片給大家看一下齁 這以生魔之尊傳當時的氮氣作品 這邊做得非常的非常的好 好 上官員的遠行離去 並未引起沉重百姓的惋惜 不過是一個小小度位的消失 根本不重要齁 平凡也不平凡 這邊 這邊 OK 上官員跟陰劍屏 就是在這個熟悉旅途之中齁 上官員跟陰劍屏 就是打破近邪復活自由的計畫齁 然後也因為同意偉聖的保健之故 上官員又回到進軍任職 喔 這邊是補充啦齁 因為單機作品中並沒有講到這些事情 好 人生就當喝酒耍槍 起步 起步痛快哉 好大概就這樣子啦 這沒什麼重點 這個是 就是上官員對大家期待的 大家有期待嗎 不過我原本想說 想說他會改成俠客而已 結果沒有 看樣子齁 手遊就是把這個拿槍的人齁 通通 改成鐵位 所以我估計齁 我估計齁 我估計啦 我估計還神節的消耗 應該也會是個鐵位喔 應該也是個鐵位喔 我們看一下這個地府的 GIF圖長的招式 這招是什麼 嗯沒有血 那這個呢 我覺得他是故意把那個截掉 這應該是補充攻擊吧 還有嗎 還有嗎 剛剛最上面那一個 感覺也是補充攻擊耶 哈哈 好啦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之前生莫之盾傳的那場魚齁 好這是之前生莫之盾傳 那銀剪屏跟風華月遇到 呃 上官員的那一幕齁 那以前的作品就是 可以做那麼細節真是蠻厲害的 然後後面就遇到 上官員了 好 就遇到上官員了 好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啦 好那 那明天就公布上官員的技能了 希望他的技能 希望他的技能 真的很實用 不然 雖然我對上官員有 很有愛啊 但是 如果他在首歌當中 跟一一三比的話 沒有沒有特別的好用的話 那就是不需要抽 說實話 好啦那今天影片先到這邊啦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 FB Twitch Bilibili還有Discord 希望各位我也會喜歡今天影片 拜拜